哈喽 大家好 经常有人找我买iPad Pro 2020 其实我是区别的 我的推荐他是买iPad Pro 2018 为什么 因为iPad Pro 2020就是一个挤压高的一个机型 就多了一个摄像头 包括它的cpu跑分之后呢 都是在80万左右 这个的话 你可以看到在82万 其实2020我们上期也出了一个视频 12.9分的在80万 所以说呢 这款机型 我建议大家就是选iPad Pro 2018 他们两之间的差价 也就是在七八百 那么他现在还没到底什么行情 上载打卡 谁都对白告诉你 二姐 我又来了 拿一些 啊 爱的18普洛的256g插卡的 这些是我 你给我准备的吗 外观要小话的就可以了 不要那些量级怎么99性的 像这种机器啊 最好建议是9层性的 因为他这个面积太大了 说你要说什么 没有任何一些痕迹的话 不可能 你看下这个这个屏幕多大了 这个框多大了 所以有些小瑕疵的话 它代表就是真正的原装机器 我们从这里面跳起两台出来 现在这个主多少 那你要就给你3850是吧 3850啊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个小小的小瑕疵 但是这个机器 老板给我都是3850 你像一下这些啊 顶部这里都很新的 侧面其实都很新的 包括这个地方有个双扬生计 上面有双扬生计 说实话 性价比还是很不错的 你是分析数据 我们看一下分析数据 就拿两个一黑一白的吧 但是那个就暂时放那里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有小扣控 那么这个地方也有小扣控 所以说有上四处小扣控 但是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有些小扣控 所以这两个机器可以暂时来做的话 不好选 换这里吧 等会去 这个暂时不要 这个暂时不要 再拿个白色的吧 哦 这个屏幕的话 看到没有 这屏幕有严重的痕迹 所以说这个地区的话 天罚也盖不住 这就不要了 你不嘎嘎亮啊 没任何瑕疵 那白色的屏幕有瑕疵就不要了 你再看这个 好 这屏幕也是完美ok的 别任何瑕疵 ok 就拿这两个吧 这个有没有点少啊 你别讲了 你来了 我给你整个家 别人来的话 起码至少少少少少少少一点咯 多少钱 刚38几啊 3850少个一二十块钱咯 哎呦啊 每一个少了 决定你拿点好的经济就没你了 别讲这样了啊 给你过来了 但是别人的话 我起码要三公斤了 别人来了要三千九啊 那么有水波纹啊 成珠 成水珠型的 这是原装品 没打个膜的 看到没有 这都是全原装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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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来平一点吧 记下这两个 两个来一下啊 这种这种机器就我们就拿下来了 这两台机器 这两台机器是属于小化的一个标准 一系列时间赛选出两台ipad破了2018插卡版的256d 真的很具有性价比 此款为全面屏四独立音效芯片 扬声器真的很震撼 手写笔面容闪光灯应用尽有 特别他拥有120赫兹的高刷新剧玩游戏简直就是神话 采用s 加强芯片 跑费冰2020一款就是一个级别 单发五零成一二七千七 做法了 好了 二姐 好了 OK 好了 接近过去了 3850拿下ipad破了2018wifi加插卡四级版 如果下手用五年肯定不够死 更多数码行情请看往期视频 点赞关注id点选机路上很明确